10月26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以成田之四率领的日本社会党第四次访华代表团。 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0月24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日本乒乓球队和中国乒乓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 女子团体赛第一场,中国选手韩宇珍对日本选手申金上子。 申金上子战术灵活,以2比1胜了第一盘。 中国选手林慧卿对日本选手关正子。 关正子经过艰苦努力,赢了萧球稳健的林慧卿。 女子双打,中国的韩玉珍梁丽珍败给了日本的关正子山中教子。 女子团体赛,日本队以3比0获胜。 男子团体赛,张谢霖对野平孝雄。 张谢霖以2比0战胜了野平孝雄,为中国队取得了第一盘的胜利。 第二盘,庄泽洞和小中剑快速对攻,争夺激烈。 小中剑打得出色,两面起板扣杀,火力很猛。 战胜了庄泽洞,为日本队赢了一分。 第五盘,木村兴致和张谢霖交战。 木村攻球凶狠,张谢霖不慌不忙地把球吻消回去,还不时突然反击。 张谢霖以2比0获胜。 第六盘,李富荣对小中剑。 李富荣有勇有志,他以落点多变的快速推挡,压住了对手的攻势,猛扣对方空挡得分。 李富荣连赢两局,中国队以5比1取得了男子团体赛的胜利。 西藏高原,今年的青蚌普遍生长良好。 西藏高原,今年的青蚌普遍生长良好。 山南,乃东县,街八乡的十一户贫农,团结一心,组成了互助组。 他们土地多 劳力少 全体组员在党支部书记次仁拉姆的带领下 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 夺得了今年的好收成 组员们积极学习增产经验 仔细选种 今年这里遇到了干旱 组员们以顽强的精神 依靠集体力量克服了困难 获得了丰收 1963年11月间 我们的摄影师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拍摄了实行断臂在职手术的情形 上海无精化工厂公认曹兴隆 由于违反操作规程 左臂被剿断 陈中伟 钱允庆等医务人员 成功地接活了曹兴隆的断臂 经过一年的治疗 曹兴隆的左臂已经可以身躯 能负重一公斤的物件 神经接好了 胳膊又有了感觉 10月19日 在广州举行的第三届广东省运动会举重表演中 23岁的年轻选手叶浩波 在第四次试举时 成功地抓举起了108.5公斤的磅铃 打破了黎纪元创造的最轻量级抓举108公斤的世界纪录 观众热烈祝贺他的成功 10月27日 国防部副部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肖敬光海军大将 接见了家庭起义归来的原蒋军海军下士赵宗礼和他的父亲赵如连 弟弟赵宗法 肖敬光海军大将 勉励赵宗礼努力学习 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66岁的赵如连 感谢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好 使他们全家团圆 古巴国家芭蕾舞团在我国访问演出期间 游览了北京名声颐和园 古巴艺术家和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古巴艺术家带来了古巴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他们在一起尽情地跳舞唱歌 中国和古巴在地理上虽然距离遥远 但是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将永远站在一起 艺术家带来了替你 在市场上又要站起来 岛羽雅彦